下面来看第三单元态度测量 态度怎样测量呢 是直接测量吗 拿一个尺子 拿一个秤去称吗 肯定不是 那么因为它是个体对于人和事物的一个内在的心理倾向 它是很抽象的 它很难直接测量 所以一般是间接的测量方法 那么常用的态度测量方法一共有三类 那么在这里我们只是简单的给大家做介绍 那么在后面的测量的部分会详细的讲解 首先第一种是量表法 量表法这里就是态度量表 就是像跟做题一样 让你填上相应的 有主观体有客观体这样 那么有单位量表和多位量表两种 第二个就是投射法 什么叫做投射呢 个体会将自己的需要情感或者是观念倾向投射到其他的对象上 可能是其他的物体 也可能是某些人 就是将你自己的内在想法投射出去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投射 比如说 你看到一个人正在哭 你会想到什么 有人会想到他很悲伤 有人可能会想到他刚刚失去了亲人 有的人可能会想到他是喜极而弃 有的人可能想到他失恋了 分手了 有的人可能会想到他被人打了 对不对 这些都是你的投射 为什么又会想到失恋 是因为可能你失恋的时候就哭 为什么你会想到他失去了亲人 可能你也刚刚失去了亲人 这就是一种投射 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投射 关于投射法 这里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摩根的主题统绝测验 那么主要是在测量成就动机和态度评价方面 而罗夏的墨迹测试 是用于精神疾病的诊断 这比较经典的两种方式 第三的是行为反应测量法 那么这里依据的是测谎仪的工作原理 那么测谎仪怎么工作的 就是你测谎是要测人的各种身体指标 比如你的心率 你的表情 你的这个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生理指标 所以你的内在是可以通过行为反应出来的 这种测量方法就是在这个原理之上 个体的心理状态 心理过程会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到它的外在生理特征和外在的行为上 那么通过测量身体距离 以及生理指标等等 可以完成对于态度的测量 其实一个人的态度 它肯定是有外显的部分 不可能一点都不外显 这就是一种间接的测量方式 给大家简单的来看一下 量表这里比较经典的是斯斯顿的量表 那么这是一个等级量表 有相应的项目 比如说我们以这样的一个主题 关于战争的态度 那么进行相应的项目 那么与相应的分支 好 那么这个还有一种是 李凯特量表 李凯特量表呢 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给予你相应的项目 然后让你去选择 你是否对于它是同意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分别是五四三二一这样的一个强度 这是第二种量表 那么第三种呢 是语意分化量表 那么是奥斯古德提出的 那么是让背试者 用成对的双几形容词 来评价态度对象 是好的 是坏的 是愚蠢 是聪明的 那我认为这场战争是什么的 无意的 有见识性的 还是怎么样 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选择你更倾向于哪一边 倾向于哪一边 这是语意分化的差异量表 好 而这个投射法呢 在这里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看到这张图片 可能有点点的模糊 但是呢 你基本上能看出来一个大概的情况 那么这幅图说明了什么情况 此时发生了什么事 当然大家看到 可能现在已经开始有所联想和投射了 对不对 那主人公内心有何感触 那么结局如何 那么关于这个呢 每张图片讲大概300字的一个故事 可以表达出你相应的一个投射 好 OK 你看到了什么呢 可以描述一下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墨迹测试了 那么通过这个被试者啊 对于这个墨迹的一个创造 那么可以从中诊断出他相应的一个精神疾病的状态 这是他的一个利用模式 好 这些测量方法那么都简单的来了解一下啊 那么至于具体的我们后面再去讲到 好 那以上呢 那以上呢就是第五节关于态度这一部分的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课再见